订婚宴上 我被关在洗手间隔间里 迎接我的是一桶污水 我的未婚夫靠在门边 笑意盎然 沈大小姐 这辈子没尝过脏水淋头的滋味吧 感觉如何 街上急 几天后 沈志颜带着沈月涵母女回家时 我已经在客厅等候多时 沈志颜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CFA成绩我已经查到了 还有进步空间 我会继续努力的 我笑了笑 将亲子鉴定输地了过去 这里有份文件 您看看 考试结束后 我拿着沈志颜的头发 去了他最信任的医生那里 那个医生和沈月涵他妈暗通款取 早在我出生那年 就做出了一份假的亲子鉴定 我用上了那把滑破我大腿的美工刀 要求医生再做一遍 这次要真实的 沈志颜看着文件 抖着手拨通了医生的电话 医生那边我早就派人手找了 他不敢说谎 值得将实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我挑眉看着沈志颜的脸 逐渐失去血色 好心提醒 如果还不相信的话 A城有那么多家医院 随便你再去测 沈志颜的声音都在颤抖 所以你是我的孩子 小龙没有背叛我 他不仅没有背叛你 甚至你以为的情人 也是这个毒妇找来去强暴他的 我看着沈志颜悲痛欲绝的眼 咄咄逼人 你们一个不敢说 一个不敢问 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只手遮天的沈总 被蒙在鼓里二十年 真是让人笑到大牙呀 后悔吗 晚了 顾云如已经死了 你的忏悔 留到地狱里去说吧 今天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是杀人犯 当然 也包括我自己 沈志颜抖着手 想要来拉我 被我甩开 对了 还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我把那份董事会 由顾老爷子领头的半脸书 扔给沈志颜 现在 沈是财团的负责人 是我了 我亲爱的父亲 感谢你多年字字不倦地教导 你的女儿如今是不是足够优秀 足够符合你的期待了呢 沈志颜没了声音 双目失神的 不知在看着什么 仿如瞬息间苍老 我没有再去管沈志颜 反手抓过已经呆住的沈月涵 我把她按在地上 掏出水果刀 朝着她的脸 缓慢又深刻地滑了下去 这个 是还你考试前给我下药的 刀刃太过锋利 直到血液慢慢渗出来 沈月涵才有直觉 她惊恐地将我正脱开 哀嚎着捂住脸 扑向她的妈妈 然而她的妈妈早就慌了心神 那女人跌坐在地 不明白怎么好断断的 事情竟成了这样 嘴中一个劲重复着 早该杀了这个祸害 早该杀了 曾经预想中的快乐 并没有出现 我只感觉到 前所未有的烦躁和空虚 我朝守在一旁的人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把人带走 那些都是沈老爷子的人 处理这些人的后续 也包括在我和他的协议之中 老爷子纵横黑 摆两道这么多年 手脚干净得很 以后我这些亲人 是生是死 是残是疯 都不会再来爱我的眼了 说起来 能让顾老爷子为我做这些事 还要感谢周柯 他收集的证据中 有一些牵扯到了沈 顾两家 随便哪条证据抖出去 都能令老爷子的百年基业 化为乌有 想到周柯 我的眉眼柔软了一些 他的那份资料被我烧了 我却给自己留一份备份 要是被他知道 怕是晦气出病来 我抬起头 缓缓缓顾这个凌乱又寂静的家 毫不留恋的走了出去 现在只差最后一步了 这最后一步实在不太好走 夜色渐浓 我开着车 漫无目的地在街头缓慢行驶 后面的车不停地按着喇叭 我掏出放在车上的手枪 停车 下车 走到那人的车边 他按下车窗 正想破口大骂 我抬手将枪顶在他的额头 没有一丝犹豫 按动扳机的同时 嘴里配着音 蹦 我看着他吓尿了裤子 情不自禁笑出声 闹肿 回家换条裤子吧 我将那把玩具枪 顺着他的车窗扔进去 回到自己车上 这才看到手机显示着 十多通未接电话 全是周柯打来的 我不去找他 他倒是自己找上门来了 我摸出一根烟 叼在嘴里 把电话拨了回去 打出去不到一秒 电话接通了 他的声音从那头传来 沈青 你在哪 我搬动打火机 盯着蓝黄色的火焰 愣了一会儿才想起来回话 怎么 想替沈月喊讨公道 周柯听到我含糊的声音 静默了几秒 问 要不要来月色喝两杯 我咧嘴笑了 既然有人求着我带他上路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到月色之后 服务员轻车熟路的 把我带向一个包厢 我推开门 奇遇的声音 透过嘈杂的电子乐 钻进我耳朵 我记得你以前和沈青丸的挺好 怎么后来搞成这样 我站在门边 听到背对着我的周柯如是说 小时候看他妈妈是个疯的 觉得可怜 后来发现他也是个疯的 只是现在 你也听说了 他家 奇遇的唇叛闪过一丝笑意 如果说刚才我的心情是迷惘 那么现在 就是极致的愤怒 我踹开门 冲了进去 随手抄起一瓶红酒 朝桌边一砸 俯下身 将锋利的碎处 对准周柯的脖子 周柯 我警告你 你可以恨我 爱我 但我绝不允许你可怜我 周柯在我将尖刺 扎入他脖梗之前 握住了我的手腕 他拉着我的手 将碎瓶子挪远了一些 他凝视着我 恍惚之间 我仿佛看到了 曾经那个攒钱 给我买游戏机的小男孩 沈青 你冷静点 我知道你现在不好受 你等等我 等我搞垮了周家 我带你走 那沈月寒呢 你不爱他了吗 回应我的是沉默 一瞬间 我全都明白了 我看着眼前周柯清润的眉眼 从未想到 有一天会觉得这张脸如此陌生 原来 他从没有爱上过任何人 他只是喜欢游走在感情关系中 利用他虚伪的好 看着我们斗得头破血流 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 他可怜的自卑心理 也是 我早该想到的 黑暗中开出的花 怎么会真的洁白呢 可是他不该来 玷污我心里最后的那片净土 我像失了力气 手中的瓶子落地 应声而碎 我听到一个声音从我口中传出 周柯 想去兜兜风吗 一旁的齐玉 倚着沙发靠背 看了半天戏 听到这话 突然开口了 你今天开的是 被我动过手脚的那辆车吧 我冷眼逆向齐玉 有时候 太对胃口也不是什么好事 他漫不经心的抿了口酒 看向周柯 我建议你别去 他的车被我装了炸弹 现在遥控器在他手上 周柯凝视着我 似乎想从我眼中辨认 齐玉的话是真是假 我没有回答他眼中的问题 只是继续问着 我再问你一遍 想去兜兜风吗 周柯没有说去 也没有说不去 只是宁某看着我 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一股造诣涌上心头 还有什么好找的呢 当年的我和他 早就不见了 我起身正准备离开 齐玉挡在我面前 双眼含笑 真薄情啊 这还有一个人呢 怎么就不问问我 我冷笑 绕开他往前走 我才不会相信 齐玉那些逢场作戏 不过是把彼此 当做好玩的玩具 何必惺惺作态 齐玉又跟了上来 话语间进多了一丝 祈求的意味 沈青 你问问我 我不耐烦地瞟了他一眼 所以你敢来吗 真是浪费时间 他这么一个立志上 很力精明的人 怎么可能 奉陪到底 他笑着回答 没有丝毫犹豫 我的心跳停跳一秒 这句话 是当初我回答他的 我驾车急迟在沿海公路上 破过后视镜 我看到周柯的车紧咬在后面 车载显示屏 不停地弹着他的来电显示 我和齐玉都没有去管 坐在副驾的齐玉笑意盈盈 怎么样 知道周柯以前对你好 只是因为可怜你 你还喜欢他吗 我冷哼一声 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些话 是你故意引他说的 早不问 晚不问 偏偏在我推门的时候问 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齐玉丝毫没有被拆穿的尴尬 那又如何 他本来就不值得你喜欢 那谁值得 齐玉突然贴近我耳边 手轻扶着我的脊背 自然是我了 低雅的话语声宛如音速 我们是同一类人 一样坏 一样疯 一样勇敢 我感到某种不可抗力 在心底暗涌 齐玉还在不停地说 说他是怎样玩弄乔治的感情 说他给乔治喂了药 扔进了声色场所 说乔治好像被玩残了 现在连生活都无法自理 我静静听着 没有丝毫同情 话语间满是嘲讽 如果他不是不自量力地和我作对 也不会落得这种下场 齐玉认同地点点头 是啊 可惜你安排的狗仔 被沈之言做掉了 齐玉轻蔑地笑 一个废物 不死在你爸爸手里 也会死在我手里 他突然贴近我 像是分享什么秘密一般 温热的气息吹洒在耳畔 不过 我爱上你要比你想象中早一些 你知道吗 你说那句再看 就把你的眼睛挖出来的时候 漂亮极了 一种莫名的快意 在我胸膛回荡 我几乎想要笑出声来 本来还觉得 拉你一起死委屈了你 现在看来 你也算死得其所 齐玉垂眼摆弄着手中的遥控器 所以我通过考核了吗 现在 我的尸体够不够格躺在你身边 我反手摸了摸空空颅野的口袋 什么时候拿走的 嗯 差不多是说到同一类人的时候 齐玉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来电的提示音乐的不厌其烦 他接通了电话 周科略显急切的声音从那头传来 沈青 你别做傻事 我轻声笑着 周科 我发过誓 要让所有害死我妈妈的人付出代价 而那些人中 也包括我 我切断电话 也切断了我与周科之间 连真心都充斥着谎言的虚妄 曾经我以为 他是唯一真心对我好的人 后来我才明白 唯一真心对我好的人 已经死在了那个连窗口的铁栅栏 都要包裹着棉层的囚牢里 我好想他 静谧的车厢内 我听到齐玉问 准备好了吗 我看向天边泛起的雨堵白 如同黑夜中随时会消失的光 浑浊 却透亮 我笑着点点头 伴随着他按下按钮的动作 我们一口同声说出那句泵 整个世界绚丽如转瞬即逝的烟花 如同这场盛大演出的落幕 也或许 是新故事的序章 谁又说得清呢 世间本浑浊 暗语最同歌 小女孩抱着怀里的娃娃 眨巴着一双大眼 问 然后呢 然后啊 然后当然是坏蛋全部死光光了 他摇了摇头 不解道 谁规定坏蛋就一定要死呢 到底什么是好蛋 什么是坏蛋呢 我被问的手足无措 胡乱答道 嗯 遵纪守法 勤劳善良 诚恳待人的就是好蛋 可是 大家最后都要死 是不是所有人都是坏蛋呀 我按住他毛龙龙的脑袋 塞进被窝 小孩子哪来这么多问题 快睡觉 毛龙龙又钻了出来 妈妈 我不想他们死 那颗炸弹就不能也是玩具的吗 昏黄的灯光中 我看向床头摆放着的独角兽娃娃 他经历过风吹雨淋 肮脏破烂 肚子上还不满了密密麻麻的缝针线 可是没人知道 那里面的棉花是黑是白 是什么形状 我笑了笑 轻点着女孩额头 齐青玉 你再不乖乖睡觉 我就去把爸爸喊来咯